好了,來到今天終於真正的自駕遊了 我們要由曼谷駕車大約一個多兩個小時 去到巴亭 在Maps Google 跟我們說只是一小時二十五分鐘 但實際上,扣除我們走錯了一點路的話 其實真的要差不多約兩個小時,或者更多 因為路面會有狀況 有時候好像這樣停在這裡,要等給錢的位置 其實現在這裡已經是巴提亞 我們準備駕駛到希爾頓酒店 留下一個商場,那裡應該可以停車 其實整個城市的感覺跟曼谷市中心真的很不同 右邊這裡已經是海灘 我覺得度假的感覺重很多 在曼谷市中心,是完全不會有這種感覺 在停車場,我們也上了很多層才找到位泊車 然後我們隨便選了一間航燒進去吃 其實這個商場真的沒有好吃 泰國餐館也是第一間 我們點了一些雞、牛 它每一份都只有幾塊 順帶一提,吃剩下的每一碟 都真的會收回你100元台幣 所以大家不要吃剩下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Policy是不錯的 因為香港只會說,但不會夠膽收一些客錢 他們這裡是真的會的 你說這裡的食物質素高不高呢 我覺得比香港的放題高 因為這裡也是放題形式 我們買的這個餐好像是419元台幣 但你問我的話,如果你們剛好也來到巴提牙 我也不建議你來這間吃 因為真的很普通,我們只是想不到吃什麼才過來 吃完東西之後,我們去了買東西喝 其實Starbucks也是沒有選擇之中的選擇 之後我們去游了很久的水 但我沒有拍到,因為在游泳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怎樣用相機可以拍到影片 進去夜之後,我們在沙灘坐了一會 天天和晚上的感覺真的很不同 這些好像是鱷魚肉來的 但因為真的太飽,吃不下了 之後我們去了逛超市 又是你們最喜歡看我買的超市片 我就不斷買一些手信給我媽媽 買了大樹菠蘿的片 我打算買榴槤的 但我覺得穩妥一點,大樹菠蘿 這裡的水各種種類超多 我還沒去過超市 它擺水的種類和數量可以這麼多 我猜是因為這裡有很多外國人的關係 然後我就看了一些冷凍食物 因為酒店那裡可以用微菠蘿 但看來看來好像香港的產品都有 然後就買一些冷藏食物 其實都不知道吃不完 吃不完可能要帶回香港 這個牛奶妹的牛奶仔糖超級漂亮 這裡真的超級多進口食物 這盒原本也打算買的 但看來看來好像很難吃 最後我還是決定買多些手信回去 這個叫做榴槤糕 不知道我媽媽喜不喜歡吃 然後這個椰子很有趣 打算買一個待會回去酒店喝 還有椰肉已經全都起出來 我發現這裡真的很多老人家 好像去了老人院那樣 那些貴佬全部年紀都很大 個個都好像過了七八十歲 然後我們真的要回去 其實現在這段時間 我沒有記錯已經是兩點多 又搞成這樣 我們還要駕駛一個多小時回去 今天真的比較少拍片 因為我絕大部份時間都是在海灘 日暈水 曬太陽 那回去路程 我們是夠膽死開到八四五 其實是嚴重超速的 它有很多位置都只有九十而已 砍完回去之後 就要吃我們的東西了 其實你問我如果這樣 我會選擇住在巴提牙一晚 而不是這樣再回去曼谷 因為巴提牙那裡真的很多東西看 但因為我們明天要打Golf 所以怎樣也會先回來 那現在睡了幾個小時 真的睡了我想三個多小時左右 就已經要起床了 因為其實今天下午我就要出發去機場 只有一個早上的時間可以打Golf 那我就選擇了一個九棟的打 那它的硬性規定 就一定要有波同筋的 那也沒辦法 其實你就算想自己3D一點 那也不可以啊 那它也會吹我們的 譬如你打得慢怎樣勝 它會帶你走鬥一點點路 讓你快點到下一個洞 那所以如果你想打得自在一點 我建議你還是不要來這個Golf Club 哈哈哈 真的啊 或者如果你是團體來 可能會好一點 我去香港打這麼多次狗洞 都從來沒試過硬性要塞個波同給我 那有好有不好 好處就是有人會幫你拿東西 還有它會在旁邊不斷瘋狂鼓勵你 哈哈好搞笑 打完波之後呢 真的要吃一頓了 因為我只有這段時間可以坐定在這裡吃飯 之後就要馬上趕飛機 然後回到香港已經很晚了 那總括來說呢 我覺得這一間哥爾夫球酒店呢 除非你真的很想打Golf 不然真的不適合進來住 首先它的地點距離市中心是很遠 它只是比較近機場 還有你說它的房間 各樣東西其實是有一點點髒的 那另外就是 它你說打Golf 我也覺得打得不夠爽 如果你們在香港打的形式 來到這裡 你會覺得都挺大分別 如果用回這樣的價錢 在泰國玩 我還是建議你們住Buyentree 這幾天都玩得很硬 真的很硬 但差不多昨天幾點睡 昨天是我四點多鐘睡 那也都... 是的 但不會說很累 因為昨天去了Barteya Barteya那裡我游水 你們都看到我沒有拍到的 因為我不想帶一部相機在沙灘 又怕弄小 又怕被人偷 又怕入沙 那但是呢 如果你問我會不會再去 我覺得那裡很好玩的 但是你問我 如果想再去Barteya 就是最方便的那個海灘 我自己就覺得 可能會想去低處多一點 可能會想去布吉 或者其他 因為你在一個山灘睡著的時候 料理的人不會很多 不像外國那麼誇張 但是都會有人叫賣 或者是... 總之你很難可以很舒服地休息 那種感覺 但是整個天氣呢 整個天氣呢 各樣東西 在我相比香港 或者是其他外國的地方 都相當舒服 大家在說幾月了 現在是2月中尾 這樣 還有這些時間過得很快 如果你們有在那裡看我的Vlog 我是... 由第一天去了 不斷地吃一下那個Mango tree 然後第二天去了Bayan tree 然後... 下午去了那個... 就是... 又是吃一下東西 這樣 打個Bino 然後昨天就整天去了Barteya 其實昨天絕大部分的時間 我們都是在車的 因為我們去程差不多用了兩個小時 回來用了兩個小時 那... 在那裡的時間 真正可能是... 扣了吃飯 可能都是只有... 3、4個逐小時 這樣 所以... 都很闖絕 但是... 你說玩多一天的話 我又覺得... 其實每天都好像差不多 我也建議大家 如果去泰國的話 其實是最好... 最好...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 不會想在市中心 可能都是去布吉啊 青邁那些 要不去那些地方 要不去那些地方 要不就... 你可以在一些曼谷比較郊區 或者去Barteya 都可以 那... Barteya的外國人 是絕對... 多於你在外國見到的白人的 那... 但是就... 就是... 他們可能退休啦 或者不知道什麼 年紀很大 那... 但是它整個... 城市... 都不算是城市 那個區... 那個社區 我覺得都是比較... 和諧和安全的 因為真的那裡的白人比例 和當地的... 泰國人比例 我想可能多了一點點 是的... 街上... 餐廳... 或者在酒吧... 山灘... 全部都是白人 那... 那... 我覺得都... 是的... 如果你們想... 很近近地... 坐兩三個鐘頭機 去感受一下... 外國那種感覺呢...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就是我講的Barteya 其實曼谷都很多白人 但是Barteya是多到爆炸 我還以為那裡應該開了一些... 戶路院啊... 或者是... 各樣的... 總之是可以讓他們在那裡住啦 因為你看到他們不是在那裡玩 他們像是在那裡生活 會買菜啊... 或者是在那裡散步遊走啊... 那很多都是... 就是... 年紀比較大啊... 我猜他們已經在那裡生活啦 那... 是的... 總之我覺得... 巴提雅... 很多人都說不值得去 或者應該留在曼谷 如果去可能五天的話 五天都在曼谷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原性... 市中心的 如果你們問我 尤其是在香港生活習慣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都... 很難你會不喜歡巴提雅 就是... 它是一個很度假的感覺 你去到商場 你吃飯 你到處走 你整個感覺都很度假的感覺 那... 是的... 今次這個... 泰國之旅曼谷就去到這裡啦 那... 如果你們有什麼留言 什麼想說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 也都... 下一次可能... 我會再去一些類似的地方 可能塞巴島啊... 關島啊... 或者是... 去泰國其他地方啦 因為我自己都發覺自己很喜歡這些... 陽光海灘... 沒錯啦 就是這樣啦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